因为我们拥有了人间最神圣的智慧 那就是佛的智慧 因为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过去的苦痛 我们过去做过的业障 我们全部都要消掉 永远要记住 要去除旧业 永不造新业 你就能上天 阿弥陀佛讲的 待业往生 并不是指的你要待新业往生 指的是你可以在 没有造新业的情况下 在消除旧业 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 你可以待业往生 所以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永不造业 连脑子里的一丁点的私心杂念都不要有 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干净 真正的是学佛人 永不放弃 好好地学佛 人间就是一场戏 很快地就会结束 而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会下去 我们永远不会下台 为什么 我们是回天的 祝大家永远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观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